前不久还有朋友私信问我P2P是不是不能投了,整个行业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,惨淡羡慕了。 经过了六七月雷潮的洗礼,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此疑问,所以我就在此同意回复吧。 答案是可以投,带着清晰的头脑去投资,至于行业会不会就此羡慕? 答案肯定是不会,P2P护人网金融,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行业,在初期发展的过程中,难免存在浑水摸鱼和泥沙聚下的情况。 这是正常的,周末理财的负责人曾表示,正是这一步雷潮,让行业自身完成了去伪存真的洗礼,让很多本身不合规,甚至不合法的平台充分暴露出来。 给到好演一个正本清源,扭转劣势的契机。 大洗牌,两个月的黑夜,据网贷天远相关数据统计,六月七月和急速性问题平台达到335家,平均每天出现5家之多,其中不法跑路,行侦介入等严重性质的。 从一开始的唐小僧这一类高反利平台,到后续的和平系国资系等平台落水,之后投资家的爆雷更是一只强有力的剑簇,直接射进了投资人的心里。 几乎完全摧毁投资者,也发后续市场一系列的不安动荡,黑夜完全降临。 从地域分部来看,出现问题平台主要涉及杭州、上海、深圳、北京、广州等地。 经济的高速发展,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温床,同时预出的是这没有完全成熟的P2P网贷。 现实情况如此,不可否认,然而同样也无法忽略互金网贷行业的作用。 对于促进普惠金融,满足中小企业融资失求,帮助个人投资实现财富增值等等。 黑夜之后,闭现光明,监管发力,新备案细则获将出录。 从7月中旬开始,关于187条网贷被案验收细则,可能在7到8月出台。 新出台的细则获奖对所有P2P平台分级管理,将被分为合规、整改、坚定、侵退四大类。 虽说消息并未得到确切证实,不过也从侧面证实了国家接换帮的重视。 对于这个行业,问题不仅存在,还很严重,必须要有所行动,采取措施以为稳,国家还不曾失去信心。 作为投资者,又怎么能清业立场了? 行业自律,护金协会在行动。 中国护金协会,江苏护金协会,杭州护金协会,上海护金协会,深圳护金协会, 广州护金协会,浙江护金协会等七大互联网金融行业共同发声。 渐行国家法规监管政策,引导问其平台良性退出, 签署行业白名单,自律自行,共同妥善度过行业风险期。 平台也开始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,开始针对自身的不足找问题, 拥抱监管,合法合规运营,真正回归到普惠金融的本质初心。 针对信息披露,风控流程,资产端审核对接等关键环节, 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,努力做到至善尽美。 行业发展必定需要经历一系列的风波困难, 只有真正改于认识自身,改变自身,顺应市场与投资者的需求, 自然能够走得更远,投资者离信回归,拒绝人云亦云, 此次雷潮中,负面的很大一部分平台确实是顾及难以, 却也同样有一部分正常运行的平台遭受了无望之灾。 雷潮之下,带给投资者的心理冲击最为可怕, 整个市场环境动荡不安,投资者很难保持镇定, 出现大面积的集中对付现象, 导致很多平台无辜落水,投资还是需要理性冷静, 毕竟P2P对于普通人而言,确实是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产品, 面对股市房市的强大压力,相对而言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, 投资者需要针对性质进行平台筛选, 切记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 全军覆没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, 依靠监管政策的完善落地, 平台自律和投资者自我审视三位一体, 共同渡过难关并非难逝, 所以还有人要问P2P还能不能投吗? 难道要存进银行吗? P2P从诞生之日开始几乎每年都会经历一波流潮的洗礼, 特别是从2013年到2015年,一共出现5次雷潮 而今年的问题平台数量远远不及4、15年到 只是刚好处于国家监管法力的当口,注定意义不凡,影响深远 相信这一波雷潮即将结束,多方一起共度难怪,行业一定会更加规范发展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